吳以利 吳以利無順軍出席醫美中心活動 適逢吳以利正日生日 大會就送上蛋糕慶祝 雖然他說女女卓琳沒有跟他慶祝 但他覺得二人的感情昇華了做朋友 都昇華了 最近有沒有說 平時會聊些甚麼呢? 最近有沒有說 聊些甚麼? 甚麼都聊過 對 看地點和時間 沒有特別的聊些甚麼 其實從小到大都沒有甚麼節日的感覺 因為我家人不多 所以很少會說過年生日或者聖誕 沒有甚麼特別去說 吃飯其實每天都可以吃 我反而不會特地選擇節日或者生日 或者那些去吃飯 第一 逢生節日的人 街上又多人 還有 你知道快滿18歲 那人就開始成年不想慶祝 我覺得很煩 專門生日去吃飯 至於早前宣布 將樓上餅店暫時結業的摩姐 去完三個星期旅行回來 就說決定各自重開的計劃 是 因為本來暫停是為了擴展更大的發展 但是後來當我去了加拿大之後 沉澱了下來 就覺得這個時候可能暫停是更加理想 因為我覺得氣氛好像未是很適合 也是因為這個假期讓我有空間 有時間去想清楚些 所以暫時將我本來原先的計劃 可能要放下一會 等氣氛再好些再做